姐姐方才没听见 那七二哥的哭声跟猫似的 有气无力的 都说这刚满月的孩子是最贪睡的 怎么七二哥反倒睡不好了呢 前有个嬷嬷是伺候七二哥的 听说是干活的时候手脚重了一些 碰到了个响铃 七二哥竟然吓得哭了一宿 还有这样的事啊 那这七二哥也太弱了些吧 齐太医 老了自午后并有腹痛之招 如今更是臭痛得厉害 这龙胎 齐太医 龙胎有危险 已经用过针灸了 可胎儿依旧又瞎滑之想 怕是生产在岂 不能报到祖爷儿生是臣的无脑 这龙胎只有八个月大呀 此刻不是责怪谁的时候 齐太医 你便告诉本宫该当如何 娘您尽情安心 既然龙胎想要落地 臣当力宝 龙胎平安降生 老您这句话 本宫就安心了 梁欣 快去请健身姥姥 娘 娘娘 今生姥姥正在偏偏后着呢 马上就到 娘娘您先别急 趁机可去准备 娘娘 娘娘您千万忍着点啊 会没事的 以前不许可去 好 你别急 你不许可去 他就想要 你不许可去 恍后嫌疗 我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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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许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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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難纏 這 這點趕緊 告訴皇上和太后 不成 皇上在遠丘 太后在安華殿 他們都在為她請起伏 皇后娘都不肯打擾 可這 皇后娘 公主 皇后娘 您怎麼來了 我知道皇后娘在身地地 我得去看一下她 禪房血腥 您去不得 你別攔著我 皇后娘 优优独球 都已经这个时候了 太后还没有离去之意 咱们明日 依旧要来安华殿祈福 只怕大家都累了 太后祈遇也归了一天了 皇上也一直在远丘 行踏狱里 咱们再累也不能懈怠 再等等吧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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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喜得烈儿啊 那是大喜啊 真的是皇子 是 皇后娘娘 不是只有八个月的身孕吗 怎么这会儿就生了 一个世辰前 娘娘胎动发作 太医说只能催生 虽然与谁难产 但是万幸皇子终于生下来了 皇帝知道了没有 皇上知道了 佛祖庇佑 中共喜得嫡子 艾家赶紧去看看 太后 您去也无妨 只是各公主都累了一整天了 若再随您去长春宫 怕也会扰了皇后娘娘歇息 艾家竟然忘了这个 那你们先回去吧 艾家自己去看看皇后母子 恭送太后 好像是有雷声 真是雷声 若真的下雨就太好了 宫中又有喜讯 想必皇上一定十分欢喜 今天是四月初八 也是佛陀诞辰的日子 皇后的孩子 来得真是有福气 咱们出去看看下雨了没有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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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娘 您看 丛 皇后啊 自从你玉玺之后 朕思来想去 还是这个丛字最好啊 皇上 这丛字何解啊 这七二个 是朕的唯一嫡子 丛呢 是为祭地的礼器 又有继承宗业之意 里面有许多朕的期许 臣妾谢皇上赐名永从 好 皇后免礼 臣妾谢过皇上 皇阿玛 您都不知道 皇阿娘身产那日 疼得怕什么 可她只顾弟弟 一点都不顾自己 皇后 你怎么那么吃啊 只保着孩子 也不顾自己 臣妾 只要能为大清 产下嫡子 哪怕要臣妾即可去了 我也死而无害 别说这样不吉利的话 皇后 朕要谢谢你 你拼死为朕 保住了一个嫡子 也处处为朕着想 你为朕做的一切 朕都明白 再过两日啊 就是永从满月了 这永从的满月之礼 一定要好好操办 皇上 永从喜三之时 您就大费周折 这满月要大半 周岁还要大半 臣妾申孔 这小小孩反而折服 不如就在臣妾宫里聚聚吧 那好吧 就像皇后的意思 让嫔妃们 带着皇子还有公主们 来我永从庆贺 来 朕看看永从 恭喜太后喜得临孙 恭喜皇上皇后娘娘 喜得临儿 起来吧 谢太后 都坐吧 哀家 哀家 没什么可以送给嫡皇孙的 有一枚偿命锁 是先帝满月时 圣祖皇帝所赐 先帝珍爱无比 如今 传给永从正合适 儿臣替永从谢过皇阿娘 朕哪 会给永从积福 今日满月 朕特意下旨 大赦天下 以示庆贺 皇阿玛圣明 皇上圣明 不是朕 特别偏腾永从 永从呢 乃出自政敌 命格贵重 乃是朕的诸皇子中 天资聪慧者 乔朕 怎能不疼爱啊 皇上快别说了 永从这么小 哪里能看出来 天字聪慧了 淳娘 这是怎么了 回娘娘 七阿哥昨晚没睡好 怕是困了 皇阿娘 皇上 要不就先把永从 带回偏殿吧 好 好吧 先让永从下去吧 七阿哥感觉 怎么没什么精神啊 小儿是睡总是这样的 自从七阿哥出生以后 皇上便再也没去看过 其他的阿哥公主了吧 皇上眼中 只有七阿哥这个大宝贝 咱们的孩子都是数子 比不上七阿哥 是嫡子 姐姐方才没听见 那七阿哥的哭声 跟猫似的有气无力的 都说这刚满月的孩子 是最贪睡的 怎么七阿哥 反倒睡不好了呢 前有个嬷嬷 是伺候七阿哥的 听说是干活的时候 手脚重了一些 碰到了个响铃 七阿哥 竟然吓得哭了一宿 还有这样的事啊 那这七阿哥 也太弱了些吧